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健康 观看 已超时 关闭 这是干嘛 关闭 他这是干嘛 我还没玩完呢 继续 观看超时 请关闭 不可以 墙枝关闭 不行 他好讨厌啊 哇 这也太炫酷了吧 超过观看时长 关闭 机器人 你是不是坏掉了 为什么一直关掉我的电子产品 家长 有金竹 观看电子产品 不可以超过三十分钟 一定要好好保护眼睛 哎呀 今天妈妈又不在家 你让我多干一火吗 嗯 不可以 哎呀 机器人 你信不信我把你送去修理场啊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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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马逊 你有没有听过双眼无声的小帅的故事 啊 不知道啊 看这里 嗨 我是小帅 我躲在这里面看视频 妈妈就发现不了我了 小帅 小帅 爸爸来了 嘘 怎么看不清啊 嗯 我眼睛怎么回事啊 哎呀 头好鱼呢 我看不清楚了 小帅也太可怜了吧 没错 不过这就是一长期看电子产品的后果 视力会下降的 大概怎么办呀 为什么长时间看电子产品 视力就会受影响呢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好奇吗 嗯 好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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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奇 爱护眼睛 我有诀窍 一般来说 电子设备是不会影响我们的视力的 但是如果 如果长期盯着电子屏幕看的话 就会出现 眼睛 干涩 疲劳 有异物感 长期处于疲劳状态的话 就会出现弱势和近视哦 这是由于电子设备上的影像是不断闪烁变化的 我们的眼睛为了看清屏幕上的内容 就会减少活动和眨眼的次数 而且长时间看电子产品 屏幕会发出对眼睛有害的蓝光 哎呀 好刺眼啊 主人 快让我休息一会儿吧 哇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我们一定要控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好好保护我们的眼睛 啊 原来是这样子 我知道了 没错 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一定要记得观看电子产品之后 可以往远处眺望绿色植物 适度地做眼保健操 而且在观看电子产品的时候 屏幕不可以太亮或者太暗 在饮食上也可以选择多食用 富含微生素A的食物 比如说胡 罗 罗 哇 机器人讲得太棒了 小班姐们你们记住咯 一定要养成爱护眼睛的好习惯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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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